在這裏,我將它簡化了,我輔導的方式 簡化了,簡化的意思就是那些字小一點,讓大家容易記得 因為其中一條考題就是我這個輔導方式 第一,就是了解他們的婚姻狀況,了解問題在哪裏 第二,可能你說我都寫不太多,你是將它簡化了 第二,就是想他們表達對於婚姻的期望,是不是願意建立婚姻 因為有些人覺得完全沒有希望,有些人只是想放棄 他有沒有期望,他覺得會不會改善 由他的答案,我們可以知道他放了多少心在婚姻裏 第三,請他們向對方表達對方的欣賞,而主要是關係上的欣賞 不是只是你主送做得好,是你怎樣關心我,聽我說話 有愛心的行為之類 但很多人是說不出的,我輔導過很多人是說不出的 我說明是盡量說在關係上的,他們說不出 不懂得說欣賞對方有什麼對他好的地方 也因為他們沒有留意,不是說對方沒有做 是他們沒有留意,所以變成不懂得說 其實很多人對於很多人際關係的問題是因為他們沒有留意 沒有留意別人說什麼,沒有留意別人的感覺 沒有留意別人的表達,所以跟別人的關係是疏遠的 是因為他們沒有覺得人是重要的,也沒有學到怎樣留意別人 然後第四,根據他所說的,我會簡單告訴你 其實你們修復關係的機會是怎樣 其實多數我聽到都是好的 差的就是有婚愛情的那些 如果不是,多數都是不是很嚴重的事 是一些溝通上的問題,愛心的問題 其實他想的時候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我會給他一個觀念,就是其實不難的 因為有些人來到的時候,尤其是太太,她會覺得很絕望 她說我經常跟她說話都沒有反應 她又不知道她自己有時候說話的方式 又不知道怎樣引導的丈夫說話 只是期望她說,但現在她又不說 她就很失望,她說在婚姻裡面很不開心 但她又覺得很絕望,但其實是否真的這麼絕望呢 當丈夫知道應該做什麼,她其實是做得到的 不過,那個太太經常懶惰 或者是那些反應不好,她就不懂得做 所以我告訴她,並不是太難 多數找我的人,那些困難不是難到不得了的 是一些,就是有沒有愛心,有沒有關心,有沒有溝通 有沒有令到對方覺得被愛舒服,都是這些原因 最多的 我會向他們解釋一些原則 聽到他們的情況,我會解釋一些原則和方法 首先,動力 很多東西很重要的動力 譬如說,侍奉神,我會告訴別人的動力 如果你記得,我說了四樣的 第一,就是神這麼愛我們 第二,就是我們這麼寶貴 因為神叫我們寶貴 第三,我們親近神,遵從神,侍奉神 神一定無福 第四,不親近,不遵從,不侍奉,一定有破壞性 而婚姻來說,都是類似的 神一定喜悅,神愛我們 神喜悅,我們婚姻好 亦都自己享受得力 如果不處理問題,大家都受苦 你想以後都受苦,或你想婚姻更加好 B,就是愛心是美滿婚姻的主要因素 加上溝通處理問題 溝通不是最主要 溝通是那個表達 是裡面真的想令對方開心 可以由很少的事 很微細的事,顯出愛心 那些地方就會建立婚姻 不只是溝通,溝通是表達出來 如果有愛心,沒有溝通也有問題 溝通和處理問題 有問題怎麼處理呢? 然後C就是解釋男女的大分別 其實多數婚姻的問題都是男女的分別 因為女人覺得很不明白 為什麼她會完全不關心我 她為什麼不回應我,不跟我聊天 她覺得這個人當然是不愛我 有時候其實對方不一定不愛她 不過是不懂得愛 也不懂得溝通 所以她覺得我和你結婚就是愛你 我賺錢就是愛你 她不知道男性來說 多數男性是不懂得表達內心世界 她期望的時候,她就很失望了 而男性就希望女兒就會乖乖、聽話、開心 就希望她這樣 誰知道結婚呢 就已經嬌嬌很多要求 就覺得 多數我輔導婚姻的時候 我問她 你覺得關係怎麼樣 那些男人馬上說 很快,沒事 那女兒說 很多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男人覺得我們每天都一起煮飯 一起吃飯、一起睡覺 一起在家裡就好 因為她不期望有什麼溝通 她只是覺得一起就可以了 正常普通的溝通 即是煮飯、吃飯那些溝通就可以了 她的觀念是這樣 所以在女性來說 覺得很不滿足 即是好像結婚就是 每天煮飯、吃飯、上班 臭小孩 整個都是這樣 男人覺得做人是這樣的 男人喜歡什麼呢 就去玩一下 即是一些活動 那些她得滿足 女性滿足就是 跟丈夫的溝通 跟兒女的溝通 跟家人的溝通 所以兩個滿足是很不同的 明白這個分別之後 明白她的期望和失望的地方 就不會那麼… 即是懂得去處理 即是引導對方 幫助丈夫嘗試去表達 她有時不會表達 我就問她 譬如太太有這個情況 她說出她不開心 那你可不可以想一下她 為什麼不開心 問一下她怎麼不開心 回應一下她的不開心 她又很不明白 她覺得很難以明白 說一下沒用 但是女性的觀念就是 有一個伴侶 會否回應我呢 這個是最重要的 即使很慘 譬如真的 連吃都沒得吃 即使一起餓死 女兒的女兒 如果丈夫和她一起很愛她 她都會覺得溫馨的 所以男女分別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D 丈夫表達 妻子接受她的努力 她嘗試表達 接受 以及引導她怎樣溝通和欣賞她 這一點也是男性很需要的 就是欣賞 男性需要就是欣賞 女性需要 可惡愛惡 男性都喜歡被人看起來 你厲害的 你做得夠好 依解釋欣典的話 以及如何猶和說律法的說話 就是說 欣典的話就是 我愛你、關心你 我很想幫你 我很想做任何事情令你開心 律法的說話就是要做的事情 譬如要煮飯 要做什麼處理家裡的事 如何猶和說 不要控訴 就是解釋這件事 然後想他們去溝通 然後解釋這些行為的破壞性 就是情緒化、囉嗦、給對方壓力 批判或者貶低對方 或者退縮、逃避 那怎樣應該由我們引導和欣賞對方溝通 就不是用情緒化 你也不說話 他就會更加不想說話 然後第六 請他們去處理一些現有的問題 過程中 就盡量叫他們留意 不要令對方覺得被控訴 覺得不舒服 然後 有什麼地方 令對方不舒服 我們就請他們停一停 然後想一下你們先說的話 怎樣可以用另一方的說話 這樣來問他 請他們互相欣賞對方 嘗試溝通 其實你也看過我四次了 示範如何在過程中 讓他停一停 讓他們去反思 然後第八 當處理一切的事之後 處理完一件事 請他回應和反思 剛才溝通的過程 你覺得怎樣 有沒有好些呢 有沒有得幫助呢 有沒有覺得容易說到話呢 很多時候在這個過程 男的就覺得 我可以說到話 而對方不耐 我可以說話 原來有點安全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太太容易懶惰 所以他有時候怕說 或者有時候不敢說 不想說 他發覺 我說的話 太太會有感覺是好的 而太太覺得 丈夫肯說話又好 所以有個輔導的人 幫助是非常好的 也讓他們知道 他們常用的溝通模式 強或弱 怎樣改善 因為每一對夫婦 的溝通模式是不同的 他們的情況是怎樣 他們用什麼模式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強項 我會告訴他們 讓他們知道 有什麼可以進步 然後繼續處理其他問題 然後 他們知道 他們知道 他們關係和溝通的模式 這個和第九點有點相似 即是他們的整個關係是怎樣 然後 回家做作業 回家怎樣相處 然後下一次 了解他們有沒有進步 以及有困難 還有這裡也很重要的 在我婚姻輔導的時候 留意一些我會留意的事 第一就是 不要令他難受 不會批判 不要說 即是 你講這種話 都說出口 你 即是 不用這種說話 是去 去 引導他 欣賞他 他講得不好的時候 我真的問他 如果我真的 要讓他知道是錯 那 你講一句說話 你覺得對方怎麼想呢 有什麼感覺呢 這樣問他 就不是說 剛剛講完 你又做回同樣的事 他就覺得 即是很慘 被輔導的時候 他覺得沒有被支持 沒有被支持 他就不想 其實為什麼 丈夫太太的關係不好 就是因為沒有被支持 對方只是說他不好 那麼 輔導員都是不好 都是經常叫他做什麼 這樣的時候 他的感覺都是一樣的 我講一個實際的例子 我去宣教 曾經有一個牧師 我跟他講關於輔導和教導的分別 我整體教導的 講到輔導就是 引導一個人 由他一個狀態 我怎樣引導他 一直提升 教導就是 當人們準備好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教導 或者集體的時候 需要教導 集體有時候都可以輔導 可以問他問題 讓他們講出這些問題 然後去回應他 都可以的 集體都可以的 那個牧師就跟我說 他說我不認同 他說我覺得應該多些教導 我就告訴他們 如果人準備好當然是教導 但有些人沒有準備好 還有給他一種 有時候會給他一種壓力的感覺 第二天我看到他 他整個人變了 他說我現在很認同你 我說什麼事發生 他說昨晚我媽媽打給我 他就猛地跟我說很多話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要怎樣照顧你的健康 你要怎樣照顧家人 你怎樣照顧教會 跟他說很多話 你要多些祈禱 他跟媽媽說 這些我都認識的 但他媽媽只是一邊說 一邊嘆一邊嘆 他就明白一件事 當人經常都在教導 那種感覺是不舒服的 他就明白 他說真的 輔導真的好些 人家覺得舒服些 好的 第一我自己不會批判 第二就是 動力重要的方法 不只是教他怎樣說 而是他的心 想對方覺得舒服 覺得被愛 好多小的動作 令到對方覺得舒服 被愛的 譬如 你太太告訴你 哪裏很冤 你就記實 我記實 跟著可以的時候 跟他按一下按摩一下 就表示記得 關心他 幫助他 那這個就是一種愛的表達 那這個不只是丈夫太太的 兄弟姐妹都可以的 那都是可以用這些方法 記得他說過一些什麼困難 我就記住 關心他 也都是幫助他 那這個就是 動力 所以我會建立他們的動力 就是說 你自己得福 你自己開心 不用那麼辛苦 其實我都見過很多 就是侍奉的人 他的家庭生活很辛苦 他侍奉得來很不開心 是很多的 有時候我去到一些 就是有時候我宣教一些 牧師都叫我住在他家 那我觀察到 他們的關係都未必是好的 就是有時候他們做牧師 他懂得教人 但是他自己的家 他不懂得跟太太相處 他只是做牧師的方式 跟他相處 這不是很行的 就是做他太太的牧師 那不是很行的 他少了一種關愛 那這個是我常見的 那也都他們做得來 很不開心的一種壓力之下 整個侍奉都不開心 整個人都不開心 不過要做 所以他們做下去 而神是想我們喜樂 事奉也喜樂 婚姻也喜樂 人際關係也喜樂 幫人靈命也喜樂 就算他不改變 我都神歡喜 我就歡喜了 我繼續努力幫他 但是他有些人不肯改 我不用擔住擔子 這樣的時候 人就會輕省了 開心了 還有人一下子 不會馬上改完 我們需要拆解 拆開不同的步驟 他為什麼有這個問題呢 因為他的思想 他經常覺得別人不喜歡他 他經常覺得很難跟別人溝通 他偶爾看到負面的東西 我拆開 然後逐步逐步和他化解 這樣的時候 他就能夠拆解到 他為什麼會這麼受人影響 為什麼關係裡面有這麼多問題 這就是輔導 其他東西就是幫他分辨 他在生命裡面各樣發生的事 到底他是怎樣的 通常我不會用吩咐或命令的後問 包括講道也是 我不會說你們要悔改 我不會說我們要悔改 我也不會用一個很嚴厲的方式 有些人說你不嚴厲他們不悔改 我不會用嚴厲的聲音 我說我們不悔改耶穌知道的 耶穌不喜歡的 你的生命不得福的 你的生命會被魔鬼偷竊殺害毀壞的 那你想不想你的生命得福呢 因為要別人鞭你才改變 我們不用罵別人才會改變的 那我自己就覺得 是尊重人 引導他、教導他 教授也一樣的 有些人就覺得我罵他 他就會聽話 其實跟他聊天 和他做得對 就是讚他 問問他 你覺得怎樣可以處理 你覺得你 譬如說 你信不信你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譬如有些偉大的人 看他多厲害 做些事情多好 你相信也是這樣 他說想 你覺得怎樣可以做到一個偉大的人 他說出 你想做偉大的人 你有些甚麼可以做 你覺得玩手機對你有沒有影響 不是馬上說 說了不同的事情之後 有時跟他說這件事 他會說 是,不過我受不了 受不了,那怎樣處理呢 當然小朋友未必會跟你逐步回答 但是你從小到大習慣了跟他聊天 他就會思想 我們要幫他成為一個 懂得想法的人 不是我們只叫他 你要聽話 不准 不准 他在你眼前不就不做 你願意身舉就做 所以這個是 一個只是 直接的教導式 有時人未必領受的 而是引導他 讓他知道重要性 他會接受的機會更加高 好了 我們現在去第四章 在你們的紙 不是紙 你沒有紙 我WhatsApp傳給你 我會說的內容 這就是這張第四章 婚姻輔導過程 系統思維的婚姻輔導 你不一定要看那裡 你知道現在我們正在去哪裏 因為這裡你看不到狗的異頁 你在你的POWERPOINT 如果你開了 我給你的POWERPOINT 你開了之後 你就知道我去到第幾章 但你又不一定要這樣做 我告訴你 你可以知道你是在第幾章 這個婚姻輔導課程 就是歐長光他所用的方法 他講的是這個系統思維的婚姻輔導過程 這個系統思維就是說 不只是處理一個人 我上次都講過的 有些人很好人 有很多 都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有些太太跟我說 她是我的丈夫 很好人 人人都喜歡她 是我不喜歡她 因為她對一個人都好 是對我不好 對我沒有什麼關心 對別人的問題 哇 福島是幫人的 我的問題 講了很多事都不幫她 為什麼呢 別人不會討論她 別人不會稱讚她 很歡喜 但是她幫她的太太 好像理所當然 她沒有覺得很大的滿足 又覺得太太很霸道 很多聲音 很長氣 那種動力就沒有那麼大 還覺得幫那些人比較重要 這種的心態 這個就是需要系統思維 為什麼她會在家庭跟太太關係 不同她跟外面的人的關係呢 問題在哪裡呢 這個就是系統思維 這個講到第一點就是說 爭取主導輔導架構的方向 就是這個輔導員呢 是需要主導 她要講出一支重要規則 她用的字眼 她用必須必須的 那我就 當然最好 那我會問那個人 我就不會說必須 你必須兩個一起來 我說你可不可以兩個一起來 她真的兩個不一起來的時候 我會講出那個後果 我就不會用必須的字眼 不過我現在把書裡面所寫的講出來 她說必須出席 必須尊重 希望是 但是你說你要尊重 不代表她會尊重 你說尊重 這個是從心底發出的 是怎樣給她有動力去互相尊重的 這裡就講到 她這個輔導員 這個主導的 就是她自己有個主導的身份 還有呢 每個人自己承認自己的責任 不只是說別人衰 自己都承認 有完成加貨的責任 還有必須積極投入輔導 那當然我們希望被輔導的人會這樣做 我是多些是用詢問 你想不想能夠這次輔導幫到你 你想不想投入去改變 那麼平衡的介入 他這點是很認同的 就是不要偏袒任何一方 因為通常來說就是這樣的 通常來說 輔導多數都是這樣的 太太就會說得自己很被忽略 很不開心 丈夫又忽略她 又不回應 所以如果一個人不懂得分辨 當然會說 丈夫真的很沒有人情味 你不懂得關心你太太 你太太煮飯 做那麼多好的事 照顧子女 照顧你 你都不回應她 用這個角度 那個丈夫就覺得不想再來 其實兩個都有她的責任 有時候 男性真的有很多事不溝通 但這就是她的男性通常有的特質 或者是患病 而女性通常 男性就未必說出來 有時候會說 有時候沒有說 她不知道 她就覺得 她不說我當然會生氣 她當然是生氣 當然不開心 當然會面色不好 她沒有說這些 沒有說這些的時候 怎麼聽就聽不到 所以我會問 通常你怎樣跟丈夫說話 你上一次 你上一次怎樣跟她說話 她怎樣反應 在這個過程中我就知道了 我就會讓她們知道 然後大家看到 我亦都會說 其實兩個都辛苦 我丈夫又辛苦 太太又辛苦 太太又覺得沒有人跟她溝通 丈夫又覺得很難溝通 不知哪句話才對 即是女人心海底針 都不知說哪句話 很容易她就發怒 我都不懂得跟她怎樣相處 她有她的困難 我會 兩個都承認 兩個都有困難 我就說 我們兩個一起去找個方法 這個不要偏袒任何一方 引導她有這個系統思維 即是用整個家庭的方向 有些我會跳得快些 因為時間關係 她就說到這個循環詢問 好像我有時問問題 問很多條問題 我一直這樣圍著 這個就是循環詢問 這樣就是 不只是一件事 而是由一個線性的問題 去到循環的詢問 這個下一個有個例子 譬如有個人說 我覺得憂鬱 那她的線性的問句 就是單線就是問她 什麼造成你憂鬱 什麼事情發生 有什麼感覺 你父母開始 什麼時候對你憂鬱有意見 然後系統的循環問句就是 你家人有沒有其他人會憂鬱呢 你配偶看到你憂鬱是怎樣的呢 有沒有家人令到你憂鬱呢 憂鬱是怎樣影響你婚姻親密的關係呢 這個是跟家人一起問 跟家人有關的 這個去瞭解她的家人 我很生氣 善性思維的問句就是 只要問她為什麼生氣 什麼時候生氣 循環就是 你生氣的時候 你太太會做什麼 你不能夠說出你那些不開心的東西 跟你生氣有沒有關係 有時候人說不出她的不開心 她會生氣的 因為她的心有很多東西 不開心 你父母有沒有類似的方式表達生氣呢 因為有時候跟了她父母的方式 好 破除一個人的死穴 就是在兩個人的關係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有死穴 就是很容易敏感的地方 她一說這件事 對方就很敏感了 譬如我記得小時候 我家人經常說我們自私 我們經常幫家人做事 她一點都沒有說 但是經常都說我們自私 因為她想我們做多些 這句話成為一個死穴 每次說自私 我們沒有興趣聽 她立刻turn off 不喜歡 在配偶也會有這些情況 她有一個例子 在這本書裡說到 當丈夫把她的林太太和其他女人比較 她就很猛烈 這個死穴 其實凡是批評的話 都是容易激起人的 刺激她的死穴 批評她某件事 其實批評的話 永遠都不適宜說的 我們用一個引導的方法 譬如說 譬如覺得太太有什麼不好 不是跟她比較 而是說 我們希望婚姻會怎樣 你覺得我們有什麼改善 想到自己有什麼改善 剛才一起我們有什麼改善 又不是說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講話 跟別人都不同 別人都不是這樣說話 別人多溫柔 你好像你要搶雞 這樣 一聽她就很大反應 婚姻很多時候都是一個追一個走 為什麼一個追一個走 因為太太通常來說 是很想關係密切些 於是就追著丈夫 想她多說些話 問問她怎樣 叫她幫忙 但是男的就覺得壓力 於是就不想說 於是就逃避 就有一種避的感覺 以及建立一種不喜歡的感情 這個作為太太是需要留意的 你所做的事情 有沒有令到丈夫覺得要走 覺得被壓迫 覺得是不開心的 這樣的時候 婚姻就變成了不開心 但是有很多太太說 那你要做的 要做整天都不做 那當然會不開心 正如我們在教會也是一樣的 譬如我想鼓勵人愛主 如果我只是說 你們每個人都不愛主 你又不祈禱 你又不靈命 改變 你們每個人都做不到 又全福音 帶不到人信耶穌 如果每次都這樣說話 那些人都會覺得 我每次回來被罵 我每次都被你們說 我做得不好 我做什麼好的又不算 只是計算我沒有做 這樣的時候 關係就變得很大壓力 所以就不是說 只是要求或者指責 而是去找出怎樣的方法 可以改善 所以太太可以跟丈夫說 當我們有事情要做的時候 你覺得怎樣 其實想想怎樣的方法 有時候要想一想 想久一點 例如說 我兒子這樣 我們怎樣處理好 就不是說 你看你也不理會兒子 你也不在這裡 兒子不聽話 這個就是指責 當他指責了多 他就走了 他就不想說了 也有些用憤怒來爭取控制權 他生氣 他想令對方做些事情 對方就不肯做 因為我整理完整 都是挺簡單的 你可以比較容易明白到這些 從衝突的內容 到衝突的互動形式 就是說 其實衝突的內容 今次因為洗碗 下一次因為倒垃圾 下一次因為兒子 這些是內容 衝突的互動模式 就是 譬如說 一個就說對方沒有做 然後另一個就反彈 你也沒有做 或者我做了你又不知道 這個互動 知道他的互動模式 讓他知道的時候 你下一次這樣處理 你不用逐樣跟他說 說完倒垃圾 下一次說洗碗 下一次說兒子 不用讓他都說完 所以在輔導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完所有事情 是選擇 哪一件事需要說 我們就處理那件事 這個就是 讓他自己懂得處理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在輔導的時候 只是一個示範 讓他明白 明白之後 都是他責任 是他自己回去處理的 還有有兩個向導 一個是關係向導 一個是解決問題向導 就是解決問題向導 就是解決問題向導是甚麼 兒子怎麼教 OK 大家聊天他怎麼教 那就是處理問題 但是關係 就是我們怎樣兩個人一起 同心建立幫助兒子 而成為一種開心的東西 當然教兒子有困難 但是跟他一起相處開心 看到他有關的地方開心 一起整個家人 如何建立關係 這個就是關係向導 就不只是解決了兒子的問題 甚麼問題都有一個關係在這裡 平衡關係和解決問題 這裡就講到有不同的方法 我相信這些大家都很認同 隱讓 其實他這裡不同的 有些是隱讓就是說 只是想關係好 不理會問題是否得到解決 勝利就是我要 我要對 甚麼都是我厲害 甚麼都是我對的 你只能夠 噢噢噢 這樣而已 退縮就是 都不想跟你說了 退後了 解決兩項都兼顧 就是解決問題 關係與和好 妥協就是兩項都兼顧 接受會有故此失彼 在未如人意的情況 就是接受有時 都不一定照足我們的心意 有時都會有些事需要調教 有時有些未必跟隨我想的方式 這個就是妥協 有時需要妥協 即是一個人看法A 一個看法B 要找一個中間位 就要妥協 譬如我和太太 我講到時間上 我喜歡打球 她喜歡我陪她 那我就選擇 她不在這裏的時候 我打球 她在這裏的時候 我就陪她 這就是妥協 亦都是婚姻得福 如果她在這裏 我去打球 我說今天不打不行 一定要打 她就覺得 我放假 你又在這裏自己打球 你沒有陪我 這就是我們 怎樣能夠 是需要妥協的 是找一個位 你也從本源家庭 疏解的衝突 因為父母 有時父母那種 吵架的方式 子女會跟上學了 學了之後 以後都是這樣 所以也由這方面 去了解 有沒有受她的影響 還有 你有沒有看過父母 成功地化解衝突 和憤怒 不過我相信很多人 你問她 你有沒有見過父母 成功地處理衝突 化解問題 多數都是沒有的 不過她不說話 當是沒事 下一次又再罵 這個是 其實很多人沒有受過這些教導 都是會這樣做 他都是一世人 問題是重複發生 永遠都沒有找一個方法解決 永遠都是 入回同一個圈套 當你家庭成員的時候 其他人怎樣反應 即是這些了解 他的家庭那種反應 也都看到人真的 人真的很有趣 有很多東西很厲害 即是電腦 弄屋 弄很多東西 發明很多東西 很厲害 不過人在處理人的問題 真是 很多地方很缺欠 這個人的軟弱 因為很多時候牽涉到自己 自己不喜歡 於是反彈 於是發怒 不喜歡 這個就是很多時候 人會有問題 因為牽涉到自己的那個 我被人踩下 別人不認同我 別人說我不好 別人逼我什麼 他就不喜歡了 這個就造成難於處理的原因 當他能夠用第三身來看 就沒有問題 譬如說 他有兩對夫婦 有兩對夫婦 這樣吵架 他懂得說 那我丈夫就跟他太太聊天 太太不要那麼嘗氣 他懂得說 但是他們不懂得做 為什麼呢 去到他的時候 他說我太太這樣 我怎麼可以跟他聊天 已經是 變成了 一埋身 就很敏感 這就是其中一個問題 很敏感 這也是其他問題 就是說在家裡 你看到什麼 你學到什麼 有關憤怒的功課 當你父母發怒 你有什麼感受呢 你發怒 有沒有人聽你說話呢 有沒有人不聽你說話呢 你家人怎麼回應你呢 多數人 都是很少人聽他說話的 這個是事實 這個世界上很少人聽人說話 當時一聽人說話 就是想說自己的東西 或者教他 或者一說自己的問題 就不是說他那些問題 這些都是了解他的家庭 誰是有權去發怒 學習接立彼此的差異 其實兩個人 普通兩個人都一定不同 尤其是男和女更加不同 所以在婚一裡 一定是有差異的 有說到不同的 夫婦衝突的進程 是這樣的 夫妻有不同的生活標準 對對方也有不同的期望 因為要同一個屋簪下居住 這些不同導致大家的意見不同 大家的意見分歧 又不能夠忍受的時候 就會嘗試爭論 引發衝突 衝突就是意見分歧 白熱化 這裏他就看到有差異 所以有這麼多問題 人與人之間一定有分別 我們怎樣在不同之中 能夠一起相處 能夠一起建立好的關係 處理所有的問題 這就是這裏所說的 接著下面就講到一些流行的 其他的婚姻輔導模式 請等一等 其實這本書不是將所有過程都講出來的 它是將一些觀念講出來 不過這觀念很有用的 如果講講我輔導的過程 其實你加上這麼多東西 他講的過程 你加在一起 你可以用得到 加上我用的輔導方式 是可以用得到的 好了 這是認知行為的婚姻輔導 認知就是知識上知做些甚麼 行為就是做甚麼 這樣的婚姻輔導 其實在我的婚姻輔導 裡面都有很多是認知行為 知道那件事是怎樣 然後怎樣改變 但也有很多講到內心的 也有怎樣回應他的情緒 所以其實這些不同的輔導方式 在我的輔導方式裡面都有這些成份 是有一個知識 有一個知識 有一個行為 也有一個處理的情緒 還有內心的感受 認知行為的婚姻輔導 很多時候有一個交換的原則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就是愛情銀行 可能大家都聽過 因為有書說愛情銀行 在這個婚姻關係 好像銀行入錢 如果你經常拿錢 你不入錢 你的銀行會沒有錢 沒有得拿 如果一個人放很多錢 他隨時需要的時候拿 那麼在婚姻關係是怎樣呢 放很多愛 很多時間 很多精力下去 建立關係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得到各樣的幫助 或者沒有需要的時候 都得到安慰 那這個就是愛情銀行 這是有一個交換的意思 那不是錯的 這個必然有的 不會說一對夫婦 經常都是一個經常給 一個經常拿 一定是不健康的 但是這個觀念就是說 總之兩個人都需要做一些事情 才能夠有一個健康的關係 但是他就說 這種的輔導模式 就在實務上 就比較有幫助 但是深層的感受那方面 就比較缺陷了 就是好像愛情 但是愛情銀行 其實都不只是說行動 也都說愛意的 就是表達愛意 其實就是說 不只是說行動 也都需要說感情 和愛心 在這個認知的輔導方式 如果你在WhatsApp那裡 你看到這個 就是現在我們進入了 111 Slide 111那裡 然後就是 認知行為的婚姻輔導 就是你知道我們現在進入了第二個方式 然後裏面就有普遍的認知扭曲 就是很多人對於婚姻是有錯誤的認識 有錯誤的認識 有什麼錯誤認識呢 這些名詞 當你明白 你會知道 常見的 個人化 即是 take things personally 就是怎樣呢 有一個想對方 省為改變的時候 有些人說 你不要那麼大聲 他馬上 取得很personal 即是說 我經常都很大聲 經常都不理你 經常都 講話就沒有理由 他會有很多反應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 他會覺得是 你告訴我 那這個是 很多時候很多人都會有這種反應 就是 譬如有一次 雙方都可以 譬如有一個說 你經常都不堵垃圾 他說我有時不記得 我不是經常都不堵垃圾 但是 另一個就是習慣 所以那個罵他那個 就是take things personally 就是你不關心我 我關心的是堵垃圾 你又不關心 他就說他經常都不堵垃圾 你經常都不關心家裡的東西 另一個又take a whole personal 就是 我做了你又當我沒有做 你經常當我是 沒有用的廢柴 那這個都是一些 婚姻造成很多問題的原因 來的 非黑即白 或者極端思想 就是說 就是覺得 就是覺得 我就對 你那些不同 就是錯了 尤其現在 香港政見不同 兩方面一說 就說對方 就是說自己怎麼對 你就錯了 那就是 對對方有個攻擊性 這個都是很多時候會有的事情 就是 就是 只是看到 一些跟自己的意見不同 就是 那些人就是蠢的 有沒有搞錯 我想 大家都會聽過 有時候有些人說 那些人這麼蠢 那你也會做 就是他覺得 人人都應該好像我這樣 先是叫聰明 那些人跟我不同 就是蠢的了 就是錯了 妄下判斷 就是說 稍微有些 那麼多的跡象 他遲了半個小時 他當然是婚愛情 不知道要找個女孩子 不知道要跟誰 在那裡聊天 他又不愛我了 現在 那這個呢 妄下判斷 斷章取義 就是說 就是 小小的事 他講一句話 抓住一句話 有時候 吵架的時候都會說 就說 唉 你很煩 那你馬上就說 唉 他就是不要我了 他就說 我整天都煩了 那就會 將他擴大 就是小小 斷章取義 一下子 她說 例如 太太和丈夫說 早晨 但是丈夫沒有回應 太太就說 她當然是生氣了 這個人 斷章取義 可能她很心急 快要上班 對嗎 那第五呢 就是管狀視野 就是好像一條管 那樣看 只能看到 那麼多東西 就 其他東西都看不到 只是 譬如覺得 太太 只會盡力滿足她自己 那 所以丈夫 就投訴太太 所做的決定 都是自私的 就看到 即經常都看過那些東西 其實現在那些傳媒 YouTube 那些全部都是會 製造這種的情況 為什麼製造呢 這個是 我也是 因為我有時 我就會看不同的影片 去擴闊我的認識 對這個世代 那他就說到 在現在這個世代 他會知道你看什麼片 譬如那些人看政治 甲的 他就會不斷灌輸 給甲的給你的 那那個人就越來越 偏向那邊 或者是 有些人看法例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些人不相信 現在有全球暖化 或者覺得這個不是人為的 我們很難相信 但有些人是不相信的 甚至有些人說地球是平的 有沒有聽過 那些地平的 經常都會收到地平的觀念 那 就會造成 那為什麼 YouTube會這樣做呢 因為他就想 你看多些 那你是這種觀念 我就給多些看 那但是這個過程的時候 他就會 令到那些人 那個思想是 極端 去到一邊 那尤其 也都 我其中有看到 其中有說了一件事 就是說 那些傳媒 他們會做一些 有些聘請一些人 專門做研究這件事 那研究這件事有什麼目的呢 譬如 當有選舉的時候 他們就會 目標一些人 那些人是比較中立 和搖擺的 那他們就會 針對那些人 那些人呢 希望將他拉到這一邊 那這個是 傳媒會做的事 那在哪個國家做 這個 不是我想說的意思 總之呢 他是會這樣的 譬如有些人是 甲體法 有些人是穴體法 有些人是中間的 那他們就會看到 有些人呢 他們是 那個看法比較 不肯定的 他們就會 打擊這些人呢 就會傳一些 他想他去的方向 將那些人呢 帶去一個方向的 那這個世代是一個 其實是控制得很緊要 我們不知道 但是真的 這些傳媒是有一些人 專門做這件事的 他們受的人工 就是要怎樣 改變這些人的看法 或者改變市場 改變政見 就是這個 很多人在做的事來的 是令到很多人呢 是有管狀視野 他只是看到一種看法 他不能夠全面性地看的 人也都喜歡 只是看一邊的 他不喜歡 他是一種看法 他不喜歡 聽另一邊的看法 他不知道 另一邊的看法是怎樣 所以 作為基督徒 我們應該是有一個 廣闊的認識 和分辨哪些是對 哪些是錯 對的人都有些錯 錯的人都有些對 我們要分辨哪些是 哪個部份是對 哪個部份是錯的 還有呢 誤解的偏見 就是常常覺得 那個人在害我 其實他又不喜歡我 有些偏見在心中 讀心術 這個就是很多時候 人會希望對方 會明白我的心想什麼 這個 在女性來說比較多 就是希望丈夫 猜到她 猜到她的心想什麼 猜到她喜歡什麼 猜到為什麼我不喜歡 但是男性來說 覺得很辛苦 猜到什麼都猜不到 這個是其中一個 這些扭曲的想法 就是如果他愛我 他應該猜到我 是怎樣的 這個是 一些 講到這個認知 就是很多人的認知 是錯誤 其實不止這些 有很多認知的錯誤 譬如說 她不關心我 即是她 她不是一個好人 她是很差的 即是她不關心我 代表她有很多問題 這些都是很多人的認知 譬如說 另一個認知 就是 如果有些人 是不順我意 就要發怒 這個認知 覺得應該是發怒的 對的 我發怒是對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你聽她說話 那些人這麼壞 哎呀 什麼什麼 哎呀 扔她 什麼什麼 那些想法都是 她不對我就要發怒 這個覺得是對的 好了 好了 認知重整的過程 就是 認知 如何重整 這裡講到一個例子 總之的意思就是 去分辨 為何她有這種看法 這種看法 如何調教 那個認知的調教 如果在婚姻婦道的時候 發現她 譬如她有些看法 她覺得丈夫應該怎樣 應該明白我 應該有讀心術 的時候 我們便去調教她 即是說 問她 你覺得 你丈夫其實 明白你容不容易 或者問丈夫 其實你明白到什麼 有什麼不明白 她溝通的時候 讓她知道 男性和女性 是有分別的 她是會想不到 但有很多女性 是不會明白這件事 很多男性 也不明白這件事 兩性的分別是很強的 通常來說是很難明白 為什麼太太 經常都要這麼看重關係 我們 是不是要這麼緊張關係 女性也不明白 男性為什麼 經常都不會和我回應 在她的心目中 她覺得 沒有理由 為什麼沒有反應 為什麼 這些是她在思想上 需要明白 在認知上明白的 然後 接著 講到五個元素 造成不愉快的婚姻 就是選擇性的 專注負面 在下面 這幾樣東西都會解釋一下 我在下面講到 第一就是 選擇性專注 她專注在某些問題 某些對方的問題 專注在她喜歡的東西 負面歸因 就是說 她的什麼不好 她把責任歸給別人 負面預測 就是說 預測她都是不好 她不會聽我說話 扭曲的假設 就是她的假想 她覺得 丈夫當然不關心我 不愛我 或者不設實際的標準 她希望丈夫能夠完全明白她 這些是一些不愉快 令到她不愉快的 這裡就講到負面歸因 就是說 推論責任歸於哪一個 就是說 譬如說 可能她會覺得自己做錯 或者配偶做錯 哪一個做錯 這些你們全部有了 我全部傳給你的 在手機上 來源的穩定性 什麼意思呢 她說 是不是經常都覺得對方是錯的呢 因為有時 每次都是 影響的幅度 到底有多影響 那個關係呢 就是她經常都覺得 對方丈夫經常都對我不好 經常都怪責她的時候 到底影響有多大 有些影響很大 有些影響不是很大 有些就會 過後應該沒什麼 但有些經常都會 在她心裡很戒懷 關係的假設 就是一些不切實際的信念 就是 譬如說 表示不同意就是破壞關係 就是說 我說這種政見 你不同意就是你不喜歡我 就是你不關心我 這樣 配偶無法改變二人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 她對我不好 我沒有改變 這個關係不會改善 第三點就是說 與生俱來所以不能改善 男女的分別 是有分別 但是是有得改善 是有得處理 可以接受到的 男性的溝通 永遠不會像女性 那麼喜歡 不是全部男性 全部女性都是這樣 有些男性很喜歡說話 不過她說話多數是離身的 多數不是說感受 女性說話多數是她自己不開心的東西 她開心的東西 她喜歡的東西 但是男性說的是身外物比較多 這個情況是有個分別 但是是可以調教到 以至丈夫都明白太太的需要和感覺 還有一些信念就是 婦偶應該能夠明白對方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獨心術 第五就是 要完美的性伴侶 婚姻才是好的 這些也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即是覺得要怎樣的性關係 婚姻才是好的 其實不一定是怎樣的關係 而是她能夠令到對方歡喜 大家在過程中享受 已經可以有一個好的關係 惡性循環 或者是向下戰咀 就是 對方不聽我 我就大叫 我不叫 沒有人會聽我說話 這些就是錯誤的信念 沒有人聽我 我就沒有地位 沒有地位 我就無助 我無助 其他人就會佔我上風 他佔我上風 他就會取得完全的控制權 這些是一些 惡性循環的想法 而事實上 夫妻關係 經常都在鬥權 其實人 是時時都會鬥權 由小朋友開始 孩子已經懂得控制媽媽了 他用什麼方法呢 哭了 大一點 扭手 不聽話了 用這個方法來控制父母 好了 拍拖時 都是扭對方 或者是迫對方要做些什麼 你不愛 你愛我 你就要這樣做 好了 結婚之後 亦都是同樣 其實過程是想怎樣呢 想對方做他想做的事 這個都是人一生 好了 有了子女 那些子女又和他鬥過了 他又和那些子女鬥過 想那些子女聽話 那些子女又想他聽話 其實人生一生 都是會大家 很容易會這樣比起鬥 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 原來這樣鬥其實沒有好處 我們不需要鬥 我們大家一起 令對方開心一點 令對方舒服一點 大家都享受婚姻了 亦都幫他評估這些假設 這些假設是否可靠呢 他的好處和壞處 譬如你假設 你的關係不會改善的 是否真的呢 有沒有幫助呢 有甚麼好處和壞處呢 導致最壞的後果是怎樣呢 亦都是不是來自他的本源家庭呢 是不是你的家裡 引致你覺得 有些人的家裡經常吵架 那個子女結婚之後 他都經常覺得 我婚姻不會美滿 有些家庭美滿 他覺得 他自己的婚姻美滿 那個機會很大 因為那個家庭的影響 所以有一個好的父母是影響非常大 那是怎樣調教一些關係的標準上的差異呢 就是澄清… 我會鼓勵大家用甚麼眼光看這些 可能整套就好像不太明白 怎樣應用在腹上 但這些觀念我們就入了腦 入了腦的時候分開不同的觀念 原來婚姻是有很多個人的觀念在裏面的 而這些觀念有很多時候錯誤 錯誤的時候就會影響關係 而很多人又不知道他在受這些影響 而這些是可以調教到的 而通常是這樣的 通常子女對於上一代就覺得很不明白 為何他們這麼萌塞呢 為何他們一輩子都會這樣吵架 通常會這樣 但是到自己結婚又是類似的事情發生 又會類似的事情發生 就會又是這樣 總是覺得很難處理 很難溝通 很難解決 其實當我們明白這些時候 原來知道 聖經所說的 就是以有的事後必再來 就是聖經所說的 即是以前發生的事 重重覆覆都是發生的 因為人都有他的看法 有他的感覺 有他想要的東西 而得不到的時候他不開心 這些不同的觀念 是幫我們明白這些觀念 能夠應用得到 那麼我們 我們 如何去找出一個共同的標準 即是大家的看法不同 譬如說一個想整天都 黏著多些聊天 一個就覺得整天黏著太過分了 那就找一個中間點 找一個平衡點 就是找一個共同的標準 成為大家會付諸行動的行為 嘗試在試驗期內實踐這個新的標準 然後評論結果又如何 逐一解決在試驗期出現的問題 有需要的時候修訂新的標準 再定試驗期 這是一個客觀的方法 就是兩個人的看法不同 我們如何調教呢 我們嘗試一個新的方法 調教之後有沒有改善呢 然後去評估 如何再進步 請下個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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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